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胖问题 首先给大家嘚嘚一下 这花手气过来的一个紫威老庄死到了 让我给它照了个行 点赞呀愣着干嘛 老花姨好 我去年买了一小杯球篮 然后呢完全没有动静 这个就是有点小姜苗 没有事你用点肥料给它破一破就行了 家有繁肥水吗 或者101啊 或者生根液啊 或者肥料啊 都得整上一点啊 虚威的 就是四旋二吧 下个臭宝说 老花姨我四五天前是牵插的绿螺 不知道咋黄了 你牵插的就别问咱了 行吗 臭宝 牵插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玩 黄了吗 很正常 过去了就过去了 就牵插这个东西呢 本来就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不要纠结 像臭宝说 尝试花夜间发黄 这个是咋的了 这个就是开花呗 没开开呗 营养不够呗 你这小的盆 给你的时候 你像我们 养花的人 卖给你们的时候 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回家以后 你要维持状态 你基本上就是想着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它能给你几天好玩 下个臭宝说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养的自主花特别大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只的花 这个就你用的淡肥多了 你叶子长肥大了 知道吗 就像养宠物猪一样 人家的宠物猪就20斤 你养了个400斤 说明你养的好宝贝 我要夸夸你 适当的用点磷酸二清甲 好吧 间歇期间 就是穿插着用一点 天主宝说 赤宝为来叨倒了 这个月景叶子发红 什么咋的呢 坐标海南的室外养殖的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个像是出锦了 就是类似于白化病 就跟人一样 就是得那种白化病 问题不大 减了再长呗 是吧 要是出锦一变 其实价值并不够 月景这种呢 主要是官花的 好吧 下个臭宝说 过年那会儿买的普通菊花 然后有什么黑色的小莉莉 打什么 打阿维菌树 阿维菌树 错吧 好了 今天养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至赞一 拜拜